欢迎大家回来收看纽约房地产市场真人真事故事系列 那今天我们要讲一讲 当银行估价比合同价格低的时候 怎么办呢 那今天这个市场 大家都应该知道 今天这个市场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市场 找到一个不容易找到一个买家 然后呢更不容易让买家和卖家对价格达成共识 在普通的市场里面 当我们有一个accepted offer 也就是说当买家和卖家达成共识了以后呢 80% 85%的买家会继续往前走去签这个合同 今天这个市场呢 大概就一半的这样的买家会签合同 而且呢到了过了这个时候 合同签完以后 还是有不少比例的合同呢 会不再继续往前走 那在这个阶段呢 主要是为了贷款的原因 拿不到贷款的原因 那我最近呢就有这个不幸运的经历 那个我代理的一个卖家 好不容易呢找到一个买家 然后也很不容易的呢 让买家和卖家呢在价格上达成共识 然后呢买家还真的签了合同 我们是非常的高兴 因为有一阵子那个买家就没有再跟我们联络 所以我们觉得他也有可能就不会再签嘛 但是他最后签了 但是签完合同以后呢 银行来估价 然后估价呢比我们的合同价格呢 要低了10% 那这种事情发生以后呢 一般是有两个结果 最普通发生的 其实很经常发生的一个结果呢 是90%的买家会以这个原因 或者说以这个借口 再跟卖家重新商讨一个低一点的价格 任何别的市场几乎都会这样 那在今天这个市场呢 买家已经心里很不稳定 对吧 那再遇到银行出这个幺蛾子 很多的买家呢 就像我的经历中的这个买家 就决定就不要再不要再买了 他们都不用我这个买家都不要想开始这个 这个跟我们继续谈 要不要谈一个低一点价格 我没有问他的时候就不要谈了 所以如果大家是在今天这个市场要 要卖房子 先不要有任何打算要搬家干嘛的 直到大家过了这个贷款保护期 才算真的是算是定数 好那我们下次再见